各位同學 歡迎大家來上今天的RFIC第二次上課 我們先說一下 現在有些同學帳號的取得還是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我們現在是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 前三個禮拜我們會有一些理論的介紹 然後再逐漸的會到模擬軟體 我明白有些模擬軟體各位同學其實不容易取得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有一些免費的軟體可以讓大家先做一些練習 這個練習無非 就是能夠在還沒有PDK的狀況之下做一些電路的模擬 這個練習的東西其實功能是一樣的 只是操作稍微不方便 這個應該還是OK的 那如果各位就是真的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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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 然後那個取得這些的PDK在短時間之內 那你一開始使用點18製程 那稍微做一下模擬 也是一個全變的法則 那關鍵就是在於說上課東西的模擬 大家是否都有掌握 那如果都有掌握的話 就還算可以 那我再幫大家列一下說我們會需要什麼 第一個就是電路模擬 就是你一定要準備的就是電路模擬軟體 那就是這個地方就ADS啊 那我們前幾屆有人喜歡用SPAT 其實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因為SPAT 然後有些的東西就做不出來 其實都做得出來的 那有些人喜歡用Hspice也可以喔 那只是一個使用習慣的問題而已 那我們的電路模擬啊 會在我們上完S參數之後 也就是這個禮拜之後 那大家開始會慢慢的會接觸到 需要這個電路模擬 然後去幫大家練習 那當然就是鼓勵大家直接上課的時候的東西 直接用電路模擬做完一遍 其實就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再來就是電池模擬的東西 就是電池模擬這件事情啊 那其實可以用HFSS 那HFSS的話 其實可以去高速電腦中心申請帳號 然後它就是會依照你的時間啊 然後還有你的儲存空間數 然後做一下收費 那其實那個收費還算是可以負擔起來的 那當然就是SoulNet啦 然後還有那個Momentum 就ADS裡面內建的Momentum 這兩個其實用起來 我這邊用的蠻順的 所以這兩個軟體大家可以用 那這兩個東西不一定要在EDA Cloud用 你就在自己的電腦上 然後使用那個把你的IP 然後告訴TSRI 然後它打通了全線之後 你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用這個軟體 這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你要進到比較基敏的資料 就是製程 那製程永遠都是基敏資料 那所以TSRI是會放在EDA Cloud的 那所以說它的順序就是 你要知道電路的一些概念 所以這個模擬軟體就先準備好 然後這個是在本地端就可以了 然後這兩個在本地端做 那你到最後再去製程端去畫你的佈局 大概是這樣配的 但是有關製程的電晶體的部分 那你也還是需要在 你也還是需要說在雲端去做操作 那在雲端操作的話 因為它基敏資料的保護 所以會非常的不方便 我要跟大家講三次 非常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 你熟識那些TuningBar的功能 都不見了 那它常常會有很多文字介面 要你去處理 那它就是為了要保護它的機密資料 不要讓一般的人 可以去從一些中端機竊取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說軟體 都是要設計給使用者 或者說設計者 然後有一個最好的使用的體驗 對不對 但其實IC設計的Tool好像不是這樣子 它是以能夠使 能夠讓我們的員工 就是能夠讓我們的那個工程師 設計完之後這個資料 工程師不會拿到 那全部都是那個公司裡面 把這個資料能夠好好的keep住 為前提去考量 所以它的效率都不是重點 所以這個其實比較討厭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製程的部分就是這樣子 那大概還可以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家還在熟悉這兩件事情 所以製程資料 我相信現在註教 那個註教 許順明註教 他已經幫大家做一些處理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盡快的去 就是如果處理完之後就可以開始玩了 OK 那這個應該是最快的 就是你只要IP 這應該是最快的這樣 許順明我們IP還夠嗎 只剩下三個 那如果真的真的真的 你最近要用 然後你沒有IP 我們還是可以有三個可以借你們用 那也就三個 再多我也沒有了 OK 好 要不然你可以來這邊用 這個IP我們也有申請這樣 OK 好 那我們就回到今天的上課的內容 好那今天上課的內容其實 是接續前面的主抗匹配的概念 然後會講到Smithchart 好那主抗匹配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有個訊號源 那這有個Z0 那這有個ZL OK 然後ZL-Z0 除以ZL加Z0 等於X 等於V負除以V正 就是我的順向的電壓波叫V正 逆向電壓波叫V負 然後V負除以V正 就等於X 好 這是我們的叫做主抗匹配這件事情 那 那 那 我主抗匹配再 再說一下就是 這是為了要做到 假設 就是我的主抗是完全匹配 那它就會有最大功率傳輸的這個條件 那我們假設最大傳輸功率的時候 只有V正 沒有反射 那我的V負就是在說 最大傳輸功率不見的時候 那它其實就會用一個反射去形容這個東西 這是我主抗匹配在想的事情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個式子 就是VL ZL-Z0 除以ZL加Z0這個式子 那我們來想想看 這個式子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可以再告訴我們一些有趣的現象 那在上個禮拜的課程 那我就把ZL除以Z0 就變成小ZL-1 小ZL加1 等於 以這種角度來說 那我們就可以畫出一張圖 就是 就是 這是一個極坐標 好 那假設 就是 ZL除以Z0 就是小ZL 是無限大的時候 它其實 Gamma是位在1 1 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小ZL 是 除以Z0是0 它就位在-1 這個我們 我們上次上課有上過 好 那 那我就可以講 就是說 這個東西 這個平面是Gamma 這裡就是 舉例來說 這裡的Gamma值 就是等於1 加0J OK 那 這裡的Gamma值 就是0加1J 0加J 這邊就是-1 這邊就是-J OK 那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因為Gamma跟Z之間 有一個函數的關係 所以說 我可不可以直接在這個圖表上 去直接去 在這個圖表上 標示一些圖樣 讓它可以直接 反查我的ZL 是多少 那 舉例來說 這裡就是 ZL等於無限大 那這裡ZL等於0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反查 那 是的 我們這邊就來試試看 假設 我把ZL 寫成 那個 RL加JXL 好 那我現在 RL 是 50 是那個 是跟ZL 是一倍 是一倍的ZL 那我移動XL 那我這邊 如果你去計算的話 你就發現它會繞著一個圓 當XL越大的話 它會繞著一個圓走 那這個圓的圓心 這個圓是通過這兩個點 就是 當XL等於0的時候 在這裡 當XL等於無限大的時候 是在這裡 就是自有無限大的值 所以它就是從這一點 繞著一個圓到這邊 這是XL大於0的時候 那XL小於0的時候 就是從這邊 到這邊的時候 好 那我現在 現在RL如果等於0.5的話 它在這裡 那XL大於0的時候 就會往這邊 XL小於0就往這邊 那RL如果等於0.2的時候 那其實就會往這邊 往這邊 那我的RL在這裡的話 就可能往這邊 那其實都是在 這個時數走到無限大之間走 你就想 當X是無限大的時候 就是假設這裡是無限大 就是R加JX R加JX 那這個東西是無限大 那其實這個函數還是BG1 1就是在右邊這樣 這樣大家應該很明確 所以說這邊就有一系列的圓 這個系列 那意思就是說 我假設把這個圓的刻度放上去 那我現在假設 我隨便標住一個幹嘛 假設亂標 就在這裡 那我這個幹嘛 它對應到的R是多少 我就可以去查這個到底 這個圓的刻度在哪邊 大概在這個刻度 那假設這個刻度是0.4 然後知道這個東西的R是0.4 我一看就知道是0.4 我不用去再代入這個式子 去計算它是不是多少 這大概是這樣很方便 OK 那如果我討論完R之後 那我再討論完X R加JX 那我現在 就假設 我現在固定X 那我移動R 這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我這邊先畫一下 我剛才是固定R R是1倍 那X移動就是往這邊移 對不對 那我現在固定R移動是這樣移 那如果說我固定X 譬如說X如果是0 X是0的話 那R再變動的話 是不是移動這條線 這沒有錯對不對 還行嗎 那X如果是正的話 那R 假設X是等於0.1 那R我就是不同的R去標示 大概是這樣子 我可以標出這樣一條線 那X如果是0.2 那我可能可以標出一條這樣的線 那X0.3 那X是1的時候 可能標出這一條線 那X越來越大 那無限大的話 就可能會 線就會長成這樣 所以其實 它其實也是一個圓 只不過這個圓是往上長的圓 就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圓 那X如果是負的話 它就會往這邊走 就會往這邊走 所以說 我如果 我代表說 如果我要查它的X的話 我就看它到底是屬於第幾個X 那要是多少R 就看到到底是第幾個R 所以說 其實 我任何一個反射係數在這裡 假設我標在這邊 那我就知道 這個R是屬於這個的R 那X的話是屬於這個的S X 所以我閉著眼睛 大概都知道它的R 大概等於1.5吧 那X的話 X大概等於0.8 我就是完全不用去算 我用眼睛一看大概就知道 所以 這個是一個Smeet chart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那 那你會說 我這R為什麼等於1.5 那是因為我自己 自己有知道這個刻度是多少 所以各位在實際上實做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盡量的去留意這個值 我隨便講 現在大家心裡知不知道R如果是 小R如果是100的話 它大概是哪個圈 一定縮得很小 大概在這裡 對不對 那小R如果是0.3的話 它是哪個圈 想一下 那個圈應該就是貼邊吧 大概在這裡 X如果是1的話 它是什麼哪個圈 就是接到這裡 X-1是接到這邊 那X如果是0.2呢 一定是介於1到0之間 那大概是 又偏下面 所以大概在這裡 那X如果100呢 那它一定是縮在右邊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幾個 幾個參考點 你一看就可以知道它的結果 OK 那 那當然就是 我們以前在升學考試的時候 它就叫你算出精確值 但是實際上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概念的大小圖的位置 就變得很重要 就像是 我打個比例 你在彈吉他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按在 手按在哪個 指板按在哪邊 它的音是什麼 你一定不是需要查的嗎 你一定要往這邊走比較高啊 然後出的旋比較低音啊 然後高的 那細的旋比較高音 你這個根本不用查它 你就是一按就要知道 要你彈吉他就不流利啊 那這也是一樣啊 就是我大概知道 這很高主抗 那這很低 那這個X好像有點大 那這個是多少 那這樣 這樣子的感覺 這就是變成是 大家要練的一個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剛才我們都是從 X等於RL加JXL 這個地方來想 我可不可以用 我可不可以用 用那個 那個 導納來想這件事情 可以喔 因為 γ是等於 ZL-Z0 除以ZL加Z0 那 我就是 做個導數 就是 我做個導數 它就等於 YL分之1 YL-Y0 Y0 YL-Y0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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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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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 就是什麼意思 就會等於 所以 Y0-Y0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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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Y0 除下去 變成 Y0-Y0 Y0 Y0-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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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那個什麼正負剛好顛倒 那什麼叫正負顛倒呢 就是原本在這邊會跑到這邊 原本在上面會跑到下面 正負是相反的 因為乘以一個-1 所以說如果是乘以一個-1的話 那我們攤過來講 就是假設Y 假設γ等於YL-1YL加1 再乘一個負 所以說我假設同樣的操練 YL等於G加上JB G就是電導 B就是那個電納 那假設G是無限大的話 那我帶入這個式子 它是不是這邊的 這邊就等於1 就跟剛才的那個 就跟我們之前的 ZL-1除以ZL加1 這式子是一樣 ZL如果無限大帶入這個式子的話 它就是1 所以說G如果無限大帶入這個式子 可是要乘一個負的 所以變負1 這樣理解我意思嗎 反之GL如果是0的話 帶進去的話其實是負1 那乘起來才會是1 所以它最後的結果 其實我們來畫一下它的那個圖 就是假設GL是無限大 那它其實就在這個點負1 那假設GL是1的話 是在這個點 那GL是0的話就是在這個點 那時候我在講廢話 因為GL無限大的話 就代表RL是0 那GL是0的話 就代表RL是無限大 剛好跟這邊是相反的 那可是你要看我在講的是負1這件事情 所以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想B 如果G是1 那B如果是 開始是往正的方向走的話怎麼辦 那它帶到這個式子的話 就是從這邊往上飄 那乘一個負數的話就是從這邊往下走 對不對沒有錯吧 所以說G B如果是正的話 它就是慢慢往下慢慢往下 最後會到這裡 那B如果是負的話 就是從這邊走走走走走走走 會到這邊 OK所以就會到這邊 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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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沒有錯啊 它其實就是R的圓 然後轉180 就到自己的圓 那如果是這裡的話 就是到這邊 到這邊 那如果是B的話 那如果是等B圓的話 那是不是同樣的B 那它的不同的G 它就會導致 這是G從大到小 但是我B都是 假設我B是正一點點 它都都在這裡嘛 我可以描出一條線 那這邊B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描出一條線 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啊 就是G G越大 它就越往short的地方縮 縮小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大概 把Smithchart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叫高主抗 第二個部分叫匹配 第三個部分叫什麼 短路 當G越大 它就一直縮在 縮在一個短路的狀況 好像很合理 G越大就是短路 那B越大也是一直往短路的地方縮 對不對 那G越小就往開路 那可是如果是我的那個 那個主抗的圓的話 那個主抗的R越大 那就是越往開路的地方走 那R越小就是越往短路的地方走 那R是匹配就是在正中間 那X越大跟也是主抗大也是會往開路走 那X越小就主抗小就往短路走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邊跟這邊的一個差別這樣 這樣大家有懂我來講什麼嗎 那小時候他們會教你說 你可以把Y chart變成Z chart 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實際上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我們其實在軟體裡面 我可以把這兩個圖畫在同一張圖上 那它的複合性的圖就會變成這個 這是它Smith chart 那我可能會有一些等R元 等X元 那我這邊會有一個等G元 那等B元 然後中間就是我的0 那這是Gamma 這是Gamma 這是I 十步的Gamma 這是虛步的Gamma 這樣子才是一個完整的Smith chart OK 那這樣大家可以懂我在講什麼嗎 那其實我個人很喜歡Smith chart 那所以說 你一定會說 老師為什麼要這麼無聊 你就是討論一個Smith chart 就四種圓系嘛 就是第一個 就等R元 大家一定要記得 等R元是長這樣子 那等X元是長這樣子 那等G元就是長這樣子 那等G元就是長這樣子 那等B元就是長這樣子 那你完全不看這個刻度 直接看這個東西 就是Gamma的平面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說 它大概是 你看的刻度是什麼 因為它一次有三種刻度 畫在同一張圖 所以有時候一不小心就會亂掉 這樣OK 這樣行 這樣大家還行 好 那如果說大家到現在 那個邏輯還是順的話 我們想要Smith chart幹嘛 我們為什麼 以前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就會學Smith chart 它到底可以給我們 帶來什麼樣子的好處 那它帶來好處是非常的多 那它是在微波電路的設計裡面 它其實超級好用 就是你主看跟它的那個版色 一看就可以就可以懂 那就可以設計 那其實我就要想 我就要跟各位考一個問題 現在 現在要大家設計一個 就是假設 假設我這是一個50歐姆的訊號源 OK 這很常見 那我這個地方是一個10歐姆的負載 我這樣接起來 我用膝蓋想要知道它有反射 對不對 我中間可不可以設計一個 主抗匹配電路 讓它的訊號完全的往這邊跑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 這就要怎麼做 有沒有人可以稍微想一下怎麼辦 這個主抗是10嘛 我希望看到50 我這邊可以做個變壓器 扎數比2比1 這邊看起來就40 也許還可以吧 那有些人會想說 反正就是 到底要怎麼做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 我實際就跟各位講 就是說 這個時候 在微波電路的角度來說 我就會把Smith畫出來 好 那我現在希望這邊看出去是50歐姆 對不對 它才可以是完整的功率傳輸 對不對 那我現在10歐姆位的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 那請問一下 我50歐姆要怎麼從10歐姆到50歐姆這件事情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先串連一個X 那事實上這個10歐姆就會往這邊走 然後我串到這邊的時候 那我想像這邊會有一個等居原 所以我這邊串了一個X之後 到這邊怎麼樣 這邊並連一個B 所以說我 我在完全想像 完全什麼事都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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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預測 預測立場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的電路圖 其實就是長的這樣子 50然後V 然後這是10 然後他先串一個X 然後並一個B 這樣子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他大概是長的這樣子 那我還以為 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你看 我從這邊 繞到這邊 我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走 可以啊 我先串一個 串一個負的 那再往這邊走 那往這邊走是負的X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就是串一個電容的意思 那往這邊是併一個什麼 併一個那個B 那是負的B 那就是什麼 就是併一個電感 所以 就是 就是我從10 一開始從10 串一個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串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我 看到的地方 這點 就是我從這邊看到的主抗 然後我再從這邊過來 那這就是定一個電感 這樣子 那從這邊看到 這邊就是50 那 那你看啊 那這種東西就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做很多設計 好 那我們再來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傳輸線 那傳輸線 基本上 我們之前知道 一個負載在這裡 那我傳輸線 他他往 由這邊往這邊走 那傳輸線 假設他也是自己領的話 那他基本上 他的他的 他的幹嘛 只是乘上一個 EXFORENCIO的GA2βL而已 好 那具體來講是什麼呢 就假設這是βL 那我把βL包成一個 θ的意思 好 就是說 這個傳輸線 那個順向波會走θ的角度 那我這邊會有個反射係數 那我推到後面的話 那反射係數 是不是 這邊走θ 這邊走θ 最後就是走兩倍的θ 沒有錯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我的主抗在這裡 我的主抗 標示出來的反射係數 是位在這裡 那我串一條線 這條線是50歐姆線 那我θ假設走40度 那其實反射係數一共就會走80度 就會走到這裡 好 這是傳輸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行為 這樣子大家理解我意思嗎 好 所以 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練習 就是這個 還是一樣 我不知道這個比喻對不對 就是彈吉他的話 你要移掉 移掉就往上往下 那很多指板 很多那種指法 其實就是說 喔 他怎麼走走的 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透過那個 ADS軟體練習 不斷的去強化你的概念 把它變成一個 非常自然的一種行為 好 那所以說我這邊 再秀一下說 假設 我是10歐姆 然後匹配到50歐姆的話 那我傳輸線的話 硬要用傳輸線做 我要怎麼處理它 好 那我這邊再畫一張圖 那10歐姆到50歐姆就是我的起點在這裡 我終點在這裡 那我知道傳輸線基本上就是順時針走嘛 所以我從這邊是不是就可以先從順時針走 走大概走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角度多少 你要走到一個等B元啊 所以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大概是60度 所以我就知道了 這是10歐姆 所以一開始 我要走一個30度的線 那沒有錯吧 因為反射係數 去又回就60 那我傳輸線這樣 就是30就可以創造出一個60的delay ok 然後到這邊之後 我再併一個 併一個電容性的東西 那我併電容性的東西的話 那基本上 我這邊就可以寫一個電容 那怎麼用傳輸線去取代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提 所以 這就是一個傳輸線的匹配 那這個就是50歐姆 這件事情就變成是很容易的事情 這樣子 這樣不曉得大家 到現在還轉得過來嗎 就是匹配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你用Smithchart去做一些想像 就可以幫你很容易的去把這個 這個概念 就可以設計出任何你想要設計的電路 就這樣 ok 好 老師 我問一下 那個二對角是怎麼 怎麼用推 看著看出來 就是那個 轉60度的話 30度 20度 ok 就是我這個γ 我這個γ 我這個γ 在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我的γ 插了60度 對不對 那事實上 這邊的γ 跟這個γ 順向插30度 逆向插30度 所以合起來 幹嘛prong跟幹嘛 會差60度 那這個東西 其實我上一次上課會推 就是V負除以V正 等於V負prong 除以V負prong V負的prong V負 我想一下 V負跟V負prong 乘上 是乘上Exfluential的J 那個 J BetaL 就Jc 那V 等於V正prong 乘上Exfluential 負Jc 所以就等於V負prong V正prong 乘上Exfluential的 2Jc 所以就是差兩倍的C V正等於V正prong 是負Jc 所以兩倍的C 所以 所以我到 所以我 我的這個 等一下 所以這個是 這是 Gamma 這是Gamma 所以我的Gamma Gamma 是等於 是等於Gamma 乘上Exfluential的2Jc 等一下 這個好像我有點倒過來 這個不好意思 這正負有時候會 那個順利有時候會想錯 我看一下 V負 在這裡 是V負prong 往這邊飄 對對對 這是負的 這是正的 所以它就是負的 就是 假設我以這邊為主 那這邊是乘上負的才會是這樣 這個 我不知道 這樣子 這樣講 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當然 這可以 這可以理解這樣 那這個 我雖然正負號有時候弄錯 是因為 電磁學的課本 有時候會 以這邊為主 去表示這邊 或者說以這邊為主 去表示這邊 那這個 我自己有時候會搞混 所以我這邊先 就跟各位講一個 Smeet chart 匹配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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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準則 這個 這個 這個我開始來講 原則上 Smeet chart的匹配 你要 你要掌握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不管是串聯還是病聯 電感一定是往上 往上轉 那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在這裡 那我要串一個電感 那他就往上轉 那串電感就是 j ωL x等於 jx等於jωL 那他最後的結果 就是往上轉 那並聯一個電感 就是 那他的b就是 jx分之1 等於 jx分之1 就是負的 那負的 並一個負的也是往這邊走 所以 你不管在任何地方 你第一件事情 講說我要串電感 他就是 會有往上的感覺 那我要併電感 就是會 會往上 就是 串電感 就一定是往上走 電感是往上轉 那我問你啊 電容就是往下跑 對不對 因為電容的串聯的主抗 是負的嘛 那並聯的導 並聯的 電導 電納是負的 所以 假設我在這裡 我要串一個電容 我要串一個電容 的話 他就是會往這邊 這是電感 那這是併電感 那假設我串電容的話 就會往這邊 往下走 他會往下的感覺 那併電容的話 就是會往下的感覺 所以這邊 這邊看起來有點怪 但是我如果畫中間的話 這邊 串一個電容 他就會往下走 那併電容就會往下走 所以 所以 慈密圈上面 感覺就是很電感的Fu 下面就是很電容的Fu 所以你這邊串一個電 我再考一下 這邊併一個電容 會怎麼走 會往這邊走 對不對 那串一個電容 串一個電感會往這邊走 併一個電感會往這邊轉 然後串一個電 併一個電容會往這邊走 有沒有感覺 他一樣就是有十字路口 就是往等R走 往等G走 可是串連都是往上的 電容電感的概念都是往上走 然後電容的概念 不管串兵都是往下 往下在那邊捲 這樣 他都繞著一個弧線走 所以記得兩件事情 就是電感是往上轉 電容就是向下轉 那你如果是串連的話 你在做串連的操作的話 就是用Z 所以都是用我的Z 就是R跟X這種圓 所以如果是做串連的操作的話 你就是看右邊這個圖 就看右邊的圓系 我把它叫做右邊的圓 所以假設這邊串電容 那就是往這邊走 那這邊串電桿就往這邊走 那其實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提的事情是什麼 串聯電阻 假設這邊串一個電阻 那往這邊走 可能往這邊走 大概是這樣 那串電阻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下節課我們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所以如果是串聯的話 你就看右邊的圓系 並聯的話你就看左邊的圓系 假設你要並聯 你就看左邊這個圓 左邊這個圓系 這一系列圓就是看病聯 所以串聯病聯這邊 其實很容易去做操作 那你會發現 有串聯的圓系跟病聯的圓系 它走的方向剛好是十字路口 所以說只要你有串串病病的話 基本上你任何在Smitchart上 一個點一定可以很容易到另外一個點 這是一定走的到的事情 有串有病這樣 所以Smitchart的妙用 就在於它有串有病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條圓系 叫同心圓的這個圓 什麼東西會走同心圓 傳輸線對不對 所以假設你有一個傳輸線 那它的圓就是走同心圓 假設傳輸線的主抗 Z0 等於Source的G0 那它就會走一個同心圓在那邊走 如果說我的主抗是傳輸線的主抗 跟我的系統主抗一致 它就是走同心圓 所以你如果只有串聯 但是再加上同心圓 你還是可以做出所有的匹配 那如果只有病聯 再加上同心圓也可以 那純粹只有串聯就不行了 OK 這樣子 好 那 那再來 就是我今天處理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那個 我先就讓我再繼續上個五六分鐘 反正這節下課比較長 就是讓我再上一下 這樣 好 所以說大家知道串聯是往上 那病聯是往下 那那個 那電感是 電感是往上 那電容是往下 串聯你就看右邊的圓 病聯就看左邊的圓 那傳輸線你就是走順時針 那如果是等主抗的話 它就同心圓 那還有什麼 那還有一些我的經驗 就是 就是剛才我們有講 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要用 你不想要用電容電感 你只想用傳輸線 那可是病聯的電容 你要怎麼用傳輸線去實現它 這邊我就是 這邊就是 就是來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病聯 假設 我現在 現在這邊是一條傳輸線 那這是一個負載 我這邊是有一個 我希望有個病聯的電容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 Smechat上 看他的 看這個的主抗 請注意這個電容的主抗 我看這個電容的主抗 它位在哪裡 其實 其實這個電容的主抗 是不是可能 這個主抗是只有虛部而已 它可能在這裡 沒有錯吧 因為R加JX 那R是0嗎 在這裡 那X是負的 大概在這裡 這個地方 小的電容會在這裡 小的電容會在這裡 大電容會在這邊 反正某個值就在這裡 我們來想 假設 一個開路的傳輸線 假設現在有個開路的傳輸線 那我從這邊看下去 這個開路傳輸線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看喔 假設這個L1是等於0 那它就是開路的傳輸線 就是開路 就是它直接看到開路 那我如果L1 再移一點點 那我們都知道 那個等主抗是同心圓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繞著這個同心圓去轉 順時針 我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適當的L 使得我這個L的 使得我這個的反射係數 跟這個電容的反射係數會一致 一定可以找到 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你要做一個電容 那你不想要用電容來做 你非得要用傳輸線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open stop 那這個東西叫開路殘帶 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分支 它叫open stop在這邊 所以這個可以取代掉 變成一個open stop 這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容 電容它是在下方 那那個 那那個 smid chart 我用傳輸線轉 也是要往下轉 這就是電容往下轉 一個例子 那既然是轉 我可以用電容轉 我也可以用smid chart去轉 這兩件事都可以 這是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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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感 並連電感 我要怎麼實現 並連電感 那我們就知道它是 R加JX 那R等於0 在這裡 那X比較大的話 應該就是在這邊的某處 X無限大就會到open 所以假設在這裡 這個地方 我有幾種方法 一樣 我開路 我就從這邊轉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這邊 也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做 可是我還有個更接近的方法 我直接用短路殘帶 因為 就是short stop 那如果是短路殘帶的話 這邊看起來是short 然後就一直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它是移到這裡 所以說我短路殘帶 我一定可以有一個L 讓這個L的反射係數 跟一個電感接地的反射係數一致 所以open stop 就像併電容的功能是一樣 short stop 就像併電感的功能一樣 所以一樣 這個東西就是不斷的要強調強調 就是電感是往上 電容是往下 串連 就看右邊的圓 並連就看左邊的圓 傳輸線是同心圓 基本上就是順時針走 那如果是等主抗 它就是同心圓在繞 那如果是並連的線 我們剛才是串連的線 那如果並連的線 可能就要想一下 就單獨去討論這個線 那如果是並連的線的話 我是一個open stop 那因為是往這邊走 其實跟一個並連的電容 其實功能是一樣的 那我如果是並連的short stop 它是從short往這邊走 那它的功能跟並連的電感是一樣的 這幾種走法 那大家一定要把它變成 像自己的呼吸一樣簡單的事情 就這幾個想法 請大家先把它消化一下 那我等一下下一個課 我們再來深究一些 主抗匹配一些比較 比較進階的一些想法 OK 這裡可以先到這裡